哈喽大家好,我是游子秀 圣诞节原本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但是在今天的故事里 女主却因为两面三刀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片名叫做《圣诞怪物》 故事开头,作为珠宝店员的奈央 正为圣诞节的布置忙得不可开交 闲谈中,同事对奈央羡慕不已 因为奈央傍上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公司老总 今晚可以尽情享受圣诞夜的甜蜜 倘若可以加入豪门 今后可以告别职场 每天都是圣诞节 奈央下班后,盛装等待男友 只是心中有一片乌云灰追不去 因为每年的圣诞夜 他都会看见一个面目可憎的红衣女子 随后,奈央和男友两府 行至高档餐厅共进晚餐 正当奈央快要忘记红衣女子之事的时候 他看见服务员三种的凶章之时 再次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 原来,女主奈央曾经有一个同学 名字也叫三种 虽然相貌平平,但是歌喉甜美 在年纪选拔中脱颖而出 准备代表学校参加歌唱比赛 而此时,奈央和大姐头美情交好 美情极贤度能 认为三种其貌不扬且情伤低下 却在班级里出尽风头 便决定要拉帮结派欺负三种 三种的贵子被塞满垃圾 侮辱性的PS照也被贴在公告栏上 上厕所时也经常被人泼水 男友见奈央心事重重 便询问其所优何事 奈央嘴上闻过是非的叙述往昔 内心却再次陷入了真实的回忆 高二之时 大姐头美情逼迫三种在平安夜 只穿单衣短裙 打扮成迅路模样 而女主奈央也成了帮凶 给三种涂上了红鼻子 接着让三种以这身打扮 在闹市区边唱圣诞歌 边跳着滑稽的舞蹈 当有路人来同情之时 还要装疯卖傻 吓跑路身 大姐头美情和女主奈央 就这样将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三种的痛苦之上 一是 就在普天同庆圣诞节之时 三种从楼上众生月下 摔成了残疾 不仅没办法参加歌用比赛 还因为升起残疾 被学校劝退 颤颤巍巍的三种 见到欺凌她的美情和那样 不由自主地又唱起了 那天在闹市中唱的圣诞歌 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三种 不过就在近几年 每逢平安夜 都会看见身着红衣的三种 在她家附近徘徊 实在令她寝食难安 而男友听闻后 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这恐怕是老天爷给了一次机会 一次给三种道歉的机会 那样听罢 忍俊不惊 嘲笑男友如同孩子一样 如此迷信 饭后 二人准备开房之时 男友接到了公司的来店 声称要失陪片刻 让女主那样先行沐浴 随后就到 那样独自回房 狭长的走廊上 透露着些许诡异的气息 果不起神 走廊似乎被有预谋地停了店 当应急灯亮起之时 那名勾勒着腰的红衣女子 再次现身 果然是被毁前途的三种 前来寻仇 女主仓皇逃离 由于停电 只好走楼梯 不巧的是 下楼的安全门已被封死 女主迫不得已往楼上逃窜 最后不出所料 被逼至天台 三种不知何时 练出了惊人的比例 尽管女主那样 试图堵住天台门 也被其破门而入 不过三种逼近残疾 女主见三种摔倒 便当机立断 准备将他掐死 正在这时 男友梁府寻至天台 刚好撞见了女主那样行凶 那样立马收起了 猙獰的面目 试图向梁府解释缘由 等等 这个地方似乎有些违和 这个时候已经停电 电梯无法运行 楼道又被封死 这个梁府是怎么上来的 还有 一个男生 没在约定的地点 等到女友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先打电话 确认位置 这么短的时间 梁府怎么知道 女友那样在天台 果不其然 梁府对那样 说了一句诡异的话 我在等你认罪改过 没想到 你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随即提到了 七年前的圣诞节 当时 残疾的三种 找到那样 希望他能够伸出援手 没想到 身为加害人之一的那样 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一般 无情地将三种推开 这也成为了 压垮三种的 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天 三种再次跳楼自尽 含恨与世界告别 女主那样文吧 再慌张之余便解称 这一切 梁府都不知内情 让他不要被道听途 说所迷惑 没想到梁府 像变了一个人 冷若冰霜地称 他早已洞悉一切 这一次前来 就是来惩罚 犯下恶行的那样 那样惶恐地争辩道 谋害三种的主犯 应该是大姐头美情 自己迫于淫威 才不得不委屈求全 而梁府冷笑称 大姐头美情 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原来 那个红衣女子 并不是三种 而是早已面目全非的 大姐头美情 正在这时 如同丧尸一般的美情 突然睁开了眼睛 和梁府一起慢慢地 将女主那样 逼至天台护栏 大姐头美情一招 丧尸冲锋 让女主那样命悬一线 在最后一刻 那样从男友的口中 听到了三种的声音 终于恍然大悟 但为时意外 一年后的平安夜 民众又在普天同庆圣诞节 而今年的街角 又站着一名衣衫蓝绿 却带着美角的红衣女子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B站微博YouTube 以及QQ群 还有一键三连 各位老爷 抱抱 我们下期再见吧